呼籲如果没有必要 大家在程序上 最好是争取 不要有休会 宗旨待续等等 这年度已经接近结束了 我就检视一下 我们在财委会 在公务小组 和人事编辑小组的进度 我是检视关注的 反映出进度相当缓滑 有些数字很清晰 例如我们在财委会 到现在为止 即是今届开始 是批了17项 10项和去年同期 即是去年整个立法年度比较 去年是88项 如果你说在撥款方面来说 还是相当比较相当远 我们17项是279亿批了 但是在去年整年 我们说是批了1284亿 你可以看到情况是差得很远 即是今年的进度 是相当相当慢的 令人忧虑的 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疫情里 买得上去 这个财委的疫情 大部分都是有时间性的 希望都是尽快可以处理到的 而下最重要 我们只有那几个星期 但是我们真是希望增分植药 为市民服务 是 是 这是 还不过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